我在冷宫教养了胆小偏执的公主四年 处心积虑地攻略她 也被她悄悄住进心里 因此 攻略成功那日 我用脱身的机会为她兑换了30万大军驻守边关 护她一声无虞 公主的弟弟终于彻底坐稳了皇位 她再也不必惧怕任何人 开始沉迷蓝色 纳记面手 将我与她的婚事拖了一年又一年 一直到她醉酒 才吐露心声 她不过是个臣子 凭什么让本公主下架 我收回敲门的手 系统 我后悔了 晚了 这次任务的奖励全拿来兑换军队了 听见系统没好气的吐槽 我双眼一亮 是啊 整整30万大军 凭什么便宜了她 朕得好好想想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一 房间里的嬉笑声还在继续 江青鸾道 要不是看她有些本事 在身上本公主怎么会还让她活着 不过是卖命的一条狗 你若是不喜欢本公主马上让人杀了她 怀里的男宠摇摇头满含笑意地吞下一口酒凑上去 奴家有公主这句话就够了 我转身离开公主府 这些日子我去江南巡查了一番 一路上系统和我说着江青鸾做的事 滥杀无辜 花天酒地 强抢男子 乌烟瘴气 我连夜赶了回来却听到了这番话 淡淡清烟 容容怨落 月在梨花 我顺着长廊一路走到水泄亭台 不远处水雾翻涌连成一片 系统道 宿主 江青鸾追出来了 我转身 他就出现在我身后 阿肖 你都听见了 我站在月色之下 眉目弯弯 公主 你还记不记得从前我第一次 接你回顾府的时候你说什么 什么 月明星熙 江青鸾说不出话来 我接他回顾府的那天 结束了他前十年的苦难 在马车上 看着窗外的景色他惊奇万分 好漂亮 青鸾 这就是你往后生活的地方 好漂亮 我想一直生活在这个地方 我笑起来 那青鸾可要加油 和我一起守护这个地方的安宁祥和怎么样 好 我忽然想起和江青鸾的出狱 也是这样的好天气 那晚是我穿越而来的第一天 我在冷宫见到了这次的攻略对象 我第一次做攻略任务 还是这样长时间的养成任务 江潮年纪最小的一对龙凤胎 母亲是一个宫女 难产而死 他们姐弟俩就这样被扔在冷宫自生自灭 17岁的我见到10岁的他们俩 趁着月色把石盒放在地上 解开斗篷披在他们身上 江青鸾醒来看见我眼睛亮闪闪的 他拉住我的手 你是阿娘派来救我的仙人吗 我出生于人人平等的和平国家 最是见不得路有冻死骨的场景 那一刻我便按下决心一定要救他于水火 我道 我会救你的 于是我置身入局 在第二年的春围中夺得状元郎的桂冠 入朝为官收江青银为徒弟 将他们俩名正言顺地接回故府 读书写字 秦奇书画 全谋之策 治国之政 我亲自教导两人 从不假他人之手 我不仅在攻略他 也想教导他们成为有精士之才的好君主 为国为民的好公主 最后整死皇帝打压了皇后 除掉了别的皇子 扶着江青银登上皇位 江青鸾为常公主 建国之初国力不稳 朝臣要送江青鸾去和亲 是我据理力争 慧眼时人任命三军之师 大败敌军 我假意要和别人一亲 他落着泪拉着我的衣袖 老师你不要卵了吗 卵儿也想做你的妻子 就这样 我攻略成功了 最后也选择留下来 而今年 不过是我留下的第三年 自从我留下来后 他总是以年纪小的理由 将我们的婚事一推再推 直到我已经25 他也满了18 却是在公主府养了一堆又一堆的面首 将我拒之门外 对我不闻不问 甚至到现在随意贬低 对百姓滥杀无辜 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难 尹德朝臣的不满 一波接着一波 曾经那个心怀天下 一心想过上好日子的江青鸾 现在却成了百姓口中的权贵 江青鸾 你忘了来十路 那段吃不饱饭 穿不暖衣 人人欺辱 打骂的日子 那段在顾府肆意幸福 向偷来的日子 当上长公主后 还是要被送去 和亲心惊胆战的日子 你拉着我的手 问我可不可以娶你的日子 我一半 而你顾潇只是一个臣子 你凭什么对本公主指手画脚 那些百姓 都是仰仗着我将是皇族 才得以安稳 他们天生就应该 匍匐在本公主的脚下 一生为奴 长公主的命是命 那些百姓的命就不是吗 不是 江青鸾道 包括你 只要我一句话 你现在就能死信不信 信我一副平淡的模样 长公主好威风 江青鸾气急败坏 竟然伸手将我推进身后的池塘 系统急道 宿主你没事吧 他都这样了 你就不要跟他讲道理了 我知道 我站在池塘里 江青鸾站在岸边 或许是这个高低力下 让他有了一丝安全感 他高傲地说 记住你的身份 你只是一个臣子 二 江青鸾走后 我从池塘里爬起来 我脱掉外山 擦着头发上的水道 镇守北边的那支军队 可以撤了 那江朝 军主不仁 难堪大任 军队被撤走的当晚 边关急报大军压境 我被连夜宣进攻 一同的 还有好几位古宫大臣 见我来了 江青鸾急躁地站起身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顾向 边境的大军 怎么一夜之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抬眼瞧着他 陛下你太冲动了 江青鸾一愣 什么意思 大军消失得无影无踪 陛下应当立即派人前去查看 并调新的将领去前线 而不是来问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文臣 该怎么办 几个大臣连连附和 顾向说的有理啊 江青鸾目光忽然冷了下来 朕也觉得顾向言之有理 爱卿们可有合适的带兵人选 几个大臣交头接耳 说不出个人选 江青鸾看向站在一边的我 顾向心中可有人选 我拱手 微臣不知 场面一下子凝固起来 以往有什么是我 都能以最快的速度 给出最完美的方案 而今日我却说不知 我也没说谎 半年前 江青鸾已担心我劳累之名 夺了我手里大半的权利 朝中之事 我因为系统全不知道 表面却是什么也不知道 商讨到最后 也没商讨出一二 江青鸾摆摆手 让我们先回去了 我看着那个 我从小养大的孩子 此刻捏着眉心 顾向留下 泱泱大国 举荐不出一个带兵人选 可想而知 是有多么的衰败不堪 然而江青鸾 没有像从前那样 续心地请教我该如何是好 而是给我倒下一杯冷茶 老师回来后 可去见了黄姐 近来总感觉身体不适 或许是年老了 力不从心 所以在正事上怠慢了许多 此次匆匆回来 还请陛下恕罪 长公主近来可安好 江青鸾自然知道 江青鸾做了什么 还存心为她遮掩试探着我 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黄姐一切安好 我笑起来 那便无事了 微臣这几日想告假 去灵山寺休养几日 还望陛下恩准 准了 不向你注意身子 朕还需要你 微臣遵旨 原来当了皇帝之后 曾经带着他们 逃出绝境的至亲之人 也要被无限地猜忌 无论是江青鸾 还是江青鸾 都忌惮着我 怕我把他们的权力拿走 又怕我丢下他们 不管不顾 帝王之心良薄 你也是吗 停台婉转 攻墙高耸 我提着灯 独自走在出宫的路上 系统忽然冒炮 宿主 其实现在江青鸾 还没有动杀心 你想让我用爱与正义 感化他们吗 不是 我是想说 我们正好趁着这个时候 先下手围墙 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这么养个七八年 就算是条狗 也该有感情了 何况是活生生的人 他们要权力 你就放权 要军队 人人都为了自己在奔走 有的只是一个输赢 那我们一定要赢 放下豪情壮语 系统磨蹭了半天 不好意思地憋出一句对不起 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系统懊恼着 都怪我 找了个养成系的任务 你第一次做任务 肯定会对亲手养大的人不舍 确实不舍 但是以后不会了 因为我终于明白 真心瞬息万变 三 我连夜去了灵山寺 小猪半月 江青鸾没有来看过我一次 甚至没有派人来问候 尽管外界传闻我病重的要死了 系统气呼呼地说 这个江青鸾真的是 听说你要死了 居然还有心思和别的男人作乐 甚至还说 说 说什么 说等你死了 他就可以把他们通通取回府 我画着地图文言摇头 倒也还好 没说出什么 派人来杀我这种话 毕竟亲叔有别 他不可能把我当做至亲之人 系统道 毕竟不是所有人 都像本系统一样 永远不会离开你 对 幸好有你在 我画好地图 交给手下主妇道 连夜送去边关 让百姓们照着这个路线撤离 并安顿好 一声惊雷划破黑夜 我顿了两秒 等雨停了再出发吧 夜雨拍打着窗 吹灭灯后我合一躺下 该开始了 太久了 我会等不及的 深夜 边关忽然传来急报 一个侍卫纵马而来 倒在宫门口 边关急报 快 我要见陛下 不过两炷香的时辰 灵山寺的大门忽然被拍响 长公主奉驾 请开门 长公主奉驾 请开门 这里的人早已全部被换成我的 没有我的授意 自然不会开门 敲门的那侍女 一直拍着没人来开 雨声湍急 连带着空中的氛围 也紧张起来 似乎是等不及了 有什么东西要跑出来 从她身后的轿子上 走下来一女子 正是江青鸾 华服金钗 身后的伞都跟不上她的步伐 她怒气冲冲地走下来 一脚踹翻敲门的侍女 滚一边去 敲个门都不会 紧接着她用力地拍着门 面目争鸣 如同索命的厉鬼 阿肖 我是青鸾啊 阿肖 江青鸾要送我去和亲 你舅舅青鸾吧 老师 舅舅青鸾吧 三年前 你不愿意看青鸾去和亲 现在定然也不会忍心的 对不对 我们也该成婚了 要让一个人被折磨 就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玩弄她 把她捧得高高地 在重重地摔进泥里 让她看见前路渺茫的希望 又被捏个粉碎 令她以为柳暗花明又一村 其实只是进花水月一场梦 她的亲弟弟要送她去和亲 举国上下无疑不赞成 让她养的那些面兽 一个个使她为洪水猛兽 逃离她身边 我要让她明白 只有我才能保她 可我偏偏不保 这种重叛亲离的滋味 她也该尝一尝了 直到第二日我睡醒 才来到伸着懒腰打开门 江青鸾就冒着大雨 睡在叫脸中整整一夜 换作以往我定然心疼不已 而此刻江青鸾醒来 头发凌乱地扑进我怀里哭起来 二笑 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 江青鸾她被奸臣迷惑 居然要送我去和亲 你快去替我教训她 四 我安抚着她 公主是陛下的亲姐姐 你们是最亲的人 敌军只是说要皇家子弟 又没点名说要你 不怕的 微臣这就进宫去看看 你还在怪我 昨天说了中话气你吗 江青鸾解释道 你从小看着我长大 应该知道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我摆摆手不重要了 待她梳洗好 我们一同下山去 我一直到 她和江青鸾是亲姐弟 从小一直长大 风风雨雨都扶持过来了 是最亲的人 自然不会互相残杀 连她自己最后都一直念叨着 我可是她的亲姐姐 一脉相承 血脉相连 她害谁都不会害我的 到了皇宫 我先行进去 让她在外面等着 江青鸾昨日看了急报 一晚上没合眼 十分潦草地坐在笼椅上 连夜召集了大臣 却只得了一个 只能依敌军所言 派皇姐去和亲的法子 她看着我 是皇姐让你来的吗 我拱手 陛下身边没有可信之人了 急报当夜来的 和亲的消息没传开 只有古宫大臣 和御书房的贴身奴才知道 江青鸾却不过扮住香就知道了 江青鸾苦笑 震得好皇姐呀 我皱起眉 长公主虽是女子 却总觉得 自己和陛下一样是皇家子弟 所以仰面手拢朝臣 样样和陛下看齐 野心太重 不是好事 顾相不是喜欢皇姐吗 这会怎么帮着朕说话 陛下这些年都看在眼里 微臣也不是个没脑子的 长公主哪里还有和陈成婚的意思 我故作伤感 陛下长大了 权力总该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江青鸾摆摆手 来的路上 朕听说了 皇姐一直说 敌军要的只是皇家子弟 并没有点名是他长公主 我一顿 知道江青鸾是顺着我的话想了下去 公主确实如此认为 江青鸾看我 可是如今的皇家子弟 只有我与皇姐两人 难道他要送朕去和亲吗 江青鸾也是尚未久了 做惯了皇帝的人就是这样 不允许别人忤逆自己 就算是血脉相连的皇姐也不行 我退出去 看着江青鸾摇摇头 陛下恐怕已经动了念头了 江青鸾气血涌上心头 怒气冲冲地走进去 两个正在气头上的人对峙 会发生什么 系统给我转接了 御书房里面的画面 江青鸾也是被捧得久了 丝毫不见从前的姐弟情深 一进去一脚踹翻店中央的香炉 你非要让我去和亲吗 江青鸾你不要忘了 要不是顾潇看上我 怎么可能扶持你登上地位 江青鸾想起 刚才我大权旁落 不负当年意气风发的模样冷笑 你也知道 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因为顾潇 那你怎么不嫁给他 反而背着他养一堆小白脸 那你呢 你怎么不赐婚 可真是真的好皇姐呀 还不是你来说 还不想那么早嫁人 江青鸾眯起眼恶狠狠道 你要是早些嫁给顾潇 现在哪里还轮得到你去和亲 江青鸾吼着 你不要忘了我是你的皇姐 这天下我和你是一人一半的 朕才是天子 江青鸾一把掐住江青鸾的脖子 看着他的脸色从血红变得铁青 你不过是一个女子 难道也想效仿武帝吗 说着 他话里带起了属于上位者的不屑 像看一个垃圾一样 看着江青鸾 你还不够格 江青鸾却不像从前被旁人欺辱了那样 害怕难过 反而更加生气 怒气冲冲 两个人仿佛要将皇宫都点着 人人自危 最后自然是不化而散 五 第二日 我称病在府中休养 朝中现在对江青鸾去和亲一室 吵得不可开交 一边说 常公主代表江朝代表皇室 轻易和亲岂不是丢了面子 另外一边说什么面子不面子 要是不按照要求 送一个皇室去和亲 敌军的马蹄就踏上国土了 面子重要还是江山百姓重要 逐渐的 赞成和亲的人越来越多 我放了拳 身边也没什么人 说是顾相 其实早已是两手空空的表面成像 打起仗来 大家都顾不得什么权力不权力 个个都只想着保命 我就躲在顾府 等着他们俩狗咬狗 此刻的顾府人丁稀少 多数也被我派去边关了 一个下属立在我身后 前几日大人吩咐的 已经安排下去了 边关的百姓 都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宋将军他们信守承诺 没有对村庄城池进行破坏 做得好 下去领赏 时刻关注着边关的情报 系统忽然道 宿主 你会让宋司安入京吗 我沉默扮上 天下一统是大势所趋 江青银没有致士制裁 我不是江朝人 这里的天下版图 其实和我从前的母国很像 只是现如今 却是天下三分的局面 北边还有一个王朝 三个国家 今天我给你一巴掌 明天你给他一脚这样试探着 在这些小动作里 百姓依然过得不安 既然如此 何不天下统一 正聊着 门口忽然传来鞭炮的声音 系统突然尖叫起来 江青银一身红衣 在门口放鞭炮说要嫁给你 我腾了一下站起来 他逼婚了 门口的鞭炮声络绎不绝 甚至传来了人声喧闹的声音 越来越近 看来江青银确实是被逼急了 居然想出逼婚这个法子 门外传来敲门声 是江青银一身红衣 狠狠地拍着门 二笑 快开门 我来嫁你了 二笑 周围的百姓越聚越多 我手忙脚乱地起身套外衫 打算开门 真是防不胜防 一双手却先我一步 叫门打开 男人身着红裙似火 长发飘逸 背影却挺拔如松 声音是压到极致的难听 姑娘你要找谁 六 百姓们瞬间安静下来 江青银呆愣地看着眼前的人 你 你是谁 红衣女子笑起来 我自然是顾府的女主人啊 江青银呆呆地看着 猛然推了她一把 不可能 阿霄怎么可能娶别人 她分明说过只爱我一个人的 我上前两步接住红衣女子 眼睛差点瞪出来了 宋朝太子宋思安 宋思安弟给我一个放心的笑 转头轻柔地靠在我怀里 夫君怎么来了 百姓们认出我就是顾霄 纷纷拜见 江青银双目含泪 顾霄 你什么时候娶的夫人 我怎么不知道 宋思安道 长公主养了一堆面手 还不够吗 连臣子娶亲也要管吗 百姓们纷纷点头 是啊是啊 听闻顾大人都二十有五了 男子这个年纪成亲已经很晚了 对呀对呀 听说公主府里 真养了些人比花娇的男子嘞 什么养的 就是当街抢的 闭嘴闭嘴 你声音在大点呢 宋思安笑起来 长公主已来十八年华 我朝女子十六定亲 要是公主当真对顾相有意思 早干什么去了 现在要被送去和亲了 无人敢娶你 就想起顾相了 莫不是不想为国牺牲了吧 这话很毒 江青链从小就没有受到皇室的善待 所以他对皇室没有什么感情 更多的是对江山对权力的热爱 十一岁被接到顾府后 他才确确实实是享受了公主尊容 受百姓爱戴 而宋思安一出生就是太子 父母和睦国家安宁 他更是一国储君 从小就担负着国家重担 于他而言 他一辈子都会为了国家鞠躬尽瘁 所以才会如此理所应当地说出这句话 面对百姓们的议论纷纷指指点点 江青链小脸苍白 摇摇欲坠 或许是看见自己 想要嫁给我逃避和亲的事情失败 也或许是被公围久了 忽然跌入泥潭 不知所措 我拉过宋思安 看向江青链 公主请回吧 微臣早已不是 从前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故乡 陛下长大了 又不是旁人一言一语能左右的了 说着 就要驱散了百姓 关上府门 顾削 江青链忽然跪了下来 他苦苦哀求着 求求你 不要这样对我 不要这样对我 那天的事情是我对不起你 我本意不是这样的 宋思安在我身后 啪了一下关上门 转头笑着攀上我的肩头 什么对不起对得起的 都对不起了 还说这些干嘛 顾大人不会看见公主落泪心卵吧 你怎么来了 太子殿下 我看着她 还有你这副模样 要做宋朝第一任女帝 宋思安连忙道 什么意思 姑还不是为了你 不然我装作你夫人帮你干嘛 我翻了个白眼 转身离开 气 江青链最终还是被送去和亲了 她自从知道 我有了夫人后 入宫大闹一场 然后就被江青银禁足了 重兵把手 里里外外都换成了江青银的人 不许江青链 踏出公主府半步 也不允许她自尽 她的亲弟弟想送她去和亲 朝臣一心想用她平息战争 百姓盼着她去和亲以身救国 所以她无可奈何 孤立无援 江青银任命我替她送亲 江青链去和亲这么大的事 你却恐怕会被发现吧 宋司安道 到时候戴个面纱谁认得出姑 我可是老早就听说过 你和长公主的风流运势 你扶持她弟弟登基 以她为尊 最后换来的是她一对面手 现在这个 可是让她咬牙切齿的好时机啊 我靠在同镜前 你打探我 宋司安露出笑容 姑认为你的才华不应该被埋没 真是多谢太子殿下赏识啊 我拱拱手撞 肆无奈地离开 和江青链成婚的这件事 我其实想了很久 就算我比她大七岁 真的看着她一身大红嫁衣 从屋里走出来的时候 我还是愣了神 系统怕我心软不停地巴巴 宿主这个女人可是嫌弃你 踩着你伤胃后就不要你的 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心软啊 我知道 话音刚落 江青链走到我面前 阿萧老师 我美吗 望眼相看 似是故人来 从前的江青链 也会得了新的一群首饰 笑容满面地跑过来问我 阿萧老师 我美吗 我没来得及开口 宋司安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江青链脸色一白 我咳了两声拿过盖头 今日是公主大婚 公主自然是最美的 盖头落下的瞬间 我看见江青链的泪水 顺着脸颊落下 我无声地勾起嘴角 感受到绝望了吗 她入花轿的那一瞬间 四周来接亲的宋朝士兵 接待而起 公主府门口瞬间乱成一锅粥 如何在不伤及百姓的前提下 让朝堂改头换面 那自然是找一个最好的时机 江青链大婚就是最好的机会 她从仲华宫出嫁 因为是战败 所以宋朝的人被入宫来接亲 偷偷潜伏进来的 比如宋思安 数不胜数 今日会是将是皇族灭族之计 八 没有人管花轿里的江青链 她就那样蜷缩在花轿里 似乎希望所有人都忘记她 直到大局将定 江青银被俘 宋思安自然不会忘记她 带写的长剑挑开花轿的帘子 长公主请下轿 她满头朱翠 害怕地指着宋思安 你是个男人 你不是阿霄的夫人 阿霄宋思安笑起来 叫那么亲热 阿霄说 留你一命呢 她看着满地的尸体 和江青银惊恐的眼神尖叫起来 你是敌国的人 废话少说 宋思安道 你们姐弟二人 草菅人命毫无治国之策 经常在边关动手动脚 只想着坐拥天下 早就该被推翻了 说着她将一把刀丢在地上 阿霄心软姑可不心软 你亲手杀了江青银姑可饶你不死 刀落在地上光当一声 仿佛也落在两人心间 这对一路走来的姐弟终于彻底反目 江青银颤颤巍巍地 捡起那把刀握在手里 江青银逐渐露出惊恐的目光 却只能摇着头 她大概想叫她黄姐 只可惜再也叫不出口了 鲜血落在她的脸上 温热的 血脉相连的 一脉相成的 江青银轰然倒地 放我走 她将刀丢在地上 我把她杀了 很勇敢 不过信手承诺的只有阿霄一个人 宋思安笑起来 语气陡然一转 关入大牢 此后便是江朝归入宋朝版图 却在治国理政上格外用心 将百姓看得极为重要 我也放心她来做这个天下共主 我告诉她我 来自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 那里的人们人人安居乐业 吃得饱饭穿得暖衣 每个人的生命都会被尊重 这句话我也和江青银说过 那是她当上皇帝的第二年春 她听完后吃笑 老师你也太理想话了 我自然知道困难重重 毕竟我的先辈 付出了一代又一代血的代价 才有了那样一个国 然而我和宋思安说 她目光炯炯 姑也要造就一个这样的国家 我道 其实那也不是和平的年代 但是因为我的母国格外强大 所以我也如同生在和平年代 所以殿下一定要谨记 只有自身足够强大 才能庇佑百姓 阿肖果然才华绝世 不如就留在姑身边吧 我白白手大步离开 系统开始寻找下一个任务 我要去更多的地方 而不是局限于情爱和不舍 就 处理完身后的事 我还是想去见了江青链一面 她是我的攻略对象 我当年放在她身上的心思 比江青银多许多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忽然被选中做攻略任务 陪伴了那么久 心中的感情自然难以磨灭 不转回廊 半落寒霉碗免香 我随手折下一只红霉 悄无声息地进了牢房 江青链还穿着大红架衣 坐在草席上 见到我来 她眼神一亮 连忙爬过来抓住我的衣角 阿肖 你是来救我的对吗 我沉默着 她却高兴地仿佛喜极而泣 又好像在安慰自己 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丢下 我不管不顾的对不对 肯定不会丢下我的对不对 不然你怎么会让宋斯安留我一命 我在等你 一直在等你 你带我走吧阿肖 我做你的妻子 从今以后我们远走高飞 这里的全是富贵地位 一切的一切我都不要了 我只想跟你走 你说话呀阿肖 你说你是来救我的对不对 她饱含热泪 好像我说一句不对 她就能当场疯掉 我将红眉 别在她乌黑的发际中间 不对 江青鸾 我从前只喜欢你 只想和你一生一世 可是你已经毁了 不仅如此 你还忘记了 你曾经说过的话 你说你最讨厌那些 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 皇族权贵世家子弟 而你最后 也成了你口中最讨厌的人 他的泪水滚落 滴在我的手背 留下滚烫的痕迹 他道 我错了阿肖 可是我不想死 可是死在你手里的那些人 谁又想死呢 他闭上眼一个劲的摇头 带着哭腔道 你知道的阿肖 我本心不坏 否则你怎么会喜欢我那么久呢 我 我只是一时 一时被富贵迷花了眼 我不坏的 我不坏的 你不坏的 只是输了 我掏出一把刀 递到他的手掌心 杀了我 我在这里陪着你 他被狠狠地震住了 瞪大眼睛呆愣地看着我 我道 你和江青银 都是我一手带大的 我没有教好你们 害得百姓受苦 是我的过失 杀了我 动手啊 动手啊 江青鸾尖叫起来 啊 你走开 你走开 你这个疯子 你是个疯子 你应该恨我 江青鸾 要不是我 你就一直是高高在上的公主 会坐拥天下一辈子 荣华富贵 是我毁了这一切 你应该恨我 他道 可是 没有你 哪里有长公主呢 我抓住他的手 一把插进我的胸口 鲜血再次落在他脸上 他一把甩开刀子 飞快地爬到墙角的角落 不是我杀的 不是我杀的 我 我什么都没有做 漂浮在半空中的 我看着这几年掉回去的好感度 再次爆满 一如当年 他对我的第一次心动 系统寻找的下一个攻略任务 好啦 宿主 这次的奖励 已经足够支撑 我们离开了 走吧走吧 走吧 我在心里暗暗决定 从此以后 再也不眷恋儿女情长 我要把母国的和平 带到我去的每一个世界 希望每一个世界的人 都能过好和我一样的好日子 番外 宋司安明月不归尘避害 我是宋朝太子 从小就是储君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 我这一生 都要为了我的国家 我的子民而努力 不让他们受到欺负 直到南边江朝的崛起 他们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在边关声势挑衅胡作非为 我去了解后才知道 这支军队是江朝顾向顾潇创建的 之后却随意地丢给别人 而他现在根本插不上手 真是愚蠢 自己一手打造的军队拱手相让 这不是蠢是什么 我潜伏在江朝 想要找到破绽 结果自己却成了破绽 我先被顾潇发现了身份 他却说要跟我合作 他有办法让那支最强的军队 一夜之间消失 让我来攻打江朝 但是不能伤害百姓一分一毫 这跟我的想法简直不谋而合 我揣着一式的态度答应他 毕竟那么大一支军队 就算是他有办法可以调动 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无影无踪吧 谁知当晚我就收到他的飞鸽传书 派人去打探后发现果然消失了 大军压境寸草不生 我对顾潇这个人产生了浓重的好奇 从他的书信里可以看出 这个人的才华着然 世间难以再有人何之比拟 右耳轻不明 博文广实 我便偷偷来到了他在京中的府邸 看见他被曾经喜欢的人逼婚 联想起他非要我指一个 生活在一起后才发现 他这个人居然那么的无趣 不爱看书 不爱写字 天天不是睡大觉 就是吃东西 然而才华又实在让我爱不是手 攻破江朝那日 我想给他报仇 于是让江青鸾亲手杀了他弟弟 我想留下他 让他看到我的诚心 我才不是江氏姐弟 那等忘恩负义之人 只可惜时不待我 北伐在即我分不出身 嘱咐他等我北伐回来后再走 一定要在这几个月里 想出留下他的办法 谁知北伐归来得知的 却是他的死讯 死在牢里 死在江青鸾的面前 他是江氏姐弟的老师 又何尝不是我的老师呢 他所描述的国 是我心之所向 他所说的律 是我梦寐以求 我会好好治理天下 按照你所想的国去发展的 那样你在天之灵 也可欣慰了阿霄 天下一统的第三年 我来到顾府 这是阿霄死后 我第一次踏足此地 此刻的天下 虽然不是人人平等 却人人得以安居乐业 政治清明 我推开他尘封已久的书房 那燕台里的墨已经干涸 我在宣纸上落笔 明月不归尘碧海 白人愁色满华精 看到这样的天下 你也会高兴的对吧 阿霄